观众朋友大家好,今天我们讲牡丹叶子和枝的画法。 擅长写一花鸟画及山水画,由以画风雨为佳。 一支笔拿好,我们看到这个笔条扁了,然后下笔的时候是侧风,一笔,有浓有淡,我们叫做色阶明确。 补了一笔,有浓有淡,并且大小不一样。 分开一笔,有浓有淡,形成三笔叶子的状态。 这三笔画完了,我们想一想。 它在形笔当中很确定,并且形状很清楚。 勾筋怎么办呢? 叶子它有一个组合问题。 下面我拿起小笔来。 一支勾线笔,蘸点浓墨,勾筋。 一笔,分开若干笔,要勾一个中间的一笔主金,分开若干笔。 讲到这儿,大家可能想到了,说上次讲牡丹的时候,和以前讲笔墨的时候,老师谈过。 这种组合形式,我们需要重新来认识它。 因为它有点重复。 画完了以后,感觉画面有点花,叶金倒反而突出。 如果每一片叶子都是这个状态,恐怕这张画要有问题出现了。 由此我再拿起那支中号笔,我再给大家做一示范。 如果不是这么做,这支笔落笔以后,翻过来,然后重新点一笔,形成这样的三笔。 一二三。 然后勾筋的时候,老师随便一勾。 这是一个状态,好像这个状态比那个松一点。 这时候就发现,勾筋在里面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。 行笔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。 然后咱们重新研究。 把这个笔,笔腐吸水,中号笔。 吸完水以后,调色阶。 调色阶以后,笔间沾点浓墨,再画一篇看看。 一笔,往上一带两笔,再补一笔。 再补一笔。 好像这三笔补出来,还出现了一个虚笔,我们叫非白。 然后利用这个笔,别再调了。 重新做,在它上方,一笔,相笔上。 这边补一笔,这边补两笔。 上面又落一笔,转,又补一笔。 好。 这样形成的,每一笔都不一样。 然后拿起那个勾线笔,蘸了一点点浓墨。 从这儿画一笔。 一点,一点,多一点,一点,一点。 先不勾筋,先点点看看。 点完了以后,这浓墨都分配出去了。 这时候看,勾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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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然后再上面勾两下,随便勾底下,再吻它底下。 这个液晶,看看它,比较人下,觉得这个液晶很乱。 再看看它,比较这个液晶很实。 干脆,我们这个画法作为一个重新考证。 我们这个画法也作为一个重新考证。 看来这个是对的。 下面老师占点浓墨。 把外边的线再处理一下。 我们觉得这个叶子画出来,会感觉笔墨虚实相间,不死板。 和那个花头很容易融洽和组合在一块,形成整体。 然后我就开始练。 练什么呢? 就练这支笔。 现在是在这种状态下,笔不成形的状态下,我们怎么运作这个叶子? 我就发现我怎么运作都行。 采取原来的一个做法,擦了几下子。 然后把笔吸一点点水,沾了一点点淡墨,然后后补两笔形。 后补两笔形。 看行不行? 还拿起那支勾线笔,一看还可以。 你看,因为这勾线笔正好里面没有什么墨。 在这上,还可以。 这样勾出来的这个线在上边,觉得还是叶子的状态。 你怎么看都像几片叶子落在一起? 效果很好。 所以我们拿这一片一加,加这片和这片,形成一个创作。 认为是比较科学。 知道这个了,我下面带着大家,您拿这个作为您一个放在旁边,参考别出现问题的一把尺子。 我们重新画一张叶子跟枝条的穿插组合的一个正规的一个画面效果。 这张纸拿来,大家看到了,我们首先看好它的构图位置,画叶子。 那么这个叶子就不一定是水墨的了,加上点颜色。 谁都喜欢点颜色嘛。 拿起那支中号笔。 先调的鹅黄或者藤黄都可以。 那么我就是蘸点鹅黄,蘸点藤黄,我取一个中吧。 然后我蘸一点花青,我调出点绿,注意这个绿,这个绿太绿了,我看着有点太绿。 那么这时候我就找一个交叉颜色。 这个颜色始终应该在您的身边,我把它挤在旁边,我增加点变化。 交叉颜色,蘸一点,起了,拿出来。 在这我们开始画叶子。 刚才老师讲的那个叶子是叶子的行笔,现在把叶子分得细点。 比如说小叶,这么行笔。 好,这么行笔,两笔小叶。 这笔绿的多一点,有点交叉,这笔交叉多一点。 然后顺势就拿这个勾两笔液金,都可以。 你看,就拿这个笔勾。 如果你想,这是我要换了一支笔,重新调了一个色勾,肯定不是这效果。 它缺乏整体感,就会愣。 然后我就往上做,你看,点,右做,又带过来,你看,小叶。 然后我把这小叶分在另外一个位置,你就在这儿,有点绿,绿的办法,再沾点交叉。 因为前面沾过交叉了,这再沾点交叉,甚至我都不放心,沾完交叉是不是能够跟刚才有区别。 这时候我再沾点墨,比较沾点墨,就不怕了。 你看,一下笔就有区别。 这个色就不是那种绿色,而且往上做的,往下做的,往旁边做的。 你看,笔慢慢抬起来,又带笔再做的。 好几片叶子出来了。 这时候这片叶子画法,就差里边的变化了。 我们就开始调点交叉,调点墨,笔里边的变化,这是墨的变化。 画叶金,叶金有时候一画,好像画不上似的,实际上上面有。 吸点水,还沾这个黄颜色,沾绿颜色,你看,就这点色,又沾点交叉颜色,调点墨。 这又一个色,你看,它跟刚才不一样了。 顺便拿点枯笔上来,这边也是枯笔上来。 一组叶子,怎么分这一组叶子? 当然就是占农墨,这个中号笔一占农墨,一加,一加,这就算区别了。 然后借此机会一勾金,你看,拿着笔锋,拿着笔锋一提起来就勾了金了,你看,提起来。 不用换笔,千万注意别换笔,然后勾了金了。 勾完金。 这是一组叶子,这组叶子互相之间的依托在一起,穿插在一起。 所以你看,它形成一个效果。 然后我们就看,这枝条呢? 你看,忽笔下来了。 枝条呢?忽笔,笔根下来了,你看。 好。 吸水,注意,单画一片叶子,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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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托过来。 您现在跟我画的时候,您是看一笔,画一笔。 我是一气呵成往下走。 所以您一定要看我关键的部分。 比如现在我吸水,我画这一笔。 你看,我这笔,看我这笔,看我这笔,看我这笔怎么做。 然后带过来,又带到这儿,拿这墨根这个颜色,插在一块儿了,你看,插在一块儿了。 然后利用这个笔的笔,又把这个叶脉跟小枝条的穿插带过来了。 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状态。 然后这边一墨多了,墨多了,你看老师,现在又沾了点黄,又沾了点绿,又破进来了。 那黄颜色又破墨进来了,不行再吸点水,再沾点花青,那墨叶子又破进来了。 甚至这地方来点颜色。 画面效果,好看。 带过来。 然后这个笔本来就是沾叶子,画叶子的,我要继续拿这个笔画点枝条。 你看,又是枯笔,笔根,你看笔根,注意,你看,带过来。 好看。 吸点水。 淡墨的枝条出来了。 淡墨的枝条,中锋,带过来了。 带过来了。 这一组看出来,笑过来了。 墨,色,结合在一起。 叶,枝条,结合在一起。 这个叶子,从现在画面当中,从老师介绍的叶子和枝条的组合笔触关系当中,须笔看来太重要。 那么,有一个环节,到这个时候,我要跟大家细说的。 就是我拿笔,吸点水,调点淡墨,跟大家来交代。 交代什么? 我们以往画的时候,之所以把叶子都画成一样了,都是因为您有一个常规的动作。 习惯了,是怎么画的呢? 中锋或者侧锋,下笔。 注意我这个,现在的笔触。 下笔以后往前拉。 下笔以后往下拉。 下笔以后往下拉。 我教您那个,有一个逆笔方向。 下笔以后往上推。 你看,出现了一枯笔的形式。 点。 这很重要。 然后您就看,我把它连上。 连完了以后不动。 还有没有要说的? 还有,比如说我又做一个动作。 您看,吸水,调笔。 笔风先不下,笔辅先下。 然后推笔。 笔根先下,推笔。 笔根先下,注意。 下的笔缺一块。 下的笔缺一块。 大家跟着我看前面的,凡是笔尖先下的,笔尖先下的,都是齐的。 这有个问题出现了。 笔根先下。 笔根先下,笔根先下。 你看,前面是虚的。 这个应该作为您练习的一个重点。 这也是绝招的地方。 您手下的以后,这手这么一画,您就知道了,哦,这个墨出现的干湿浓淡。 人家怎么来的,人家不是一个方向,不是必须得笔尖先着止。 好了,这时候我们的画面就出现了若干的笔触。 这么不同样子的叶子都在上面集中。 这时候您才可以拿起您的小号笔,占浓墨,画您的液晶。 勾您的液脉,液晶。 这时候可以注意,您看我勾的为什么那么快? 不是不想让您看清楚。 我是想让它告诉您这是个韵律感。 不是为了勾去勾。 是因为想让它出现点黑。 就在上它出点黑可以不可以? 就行了,这画面的要达到的转折关系的目的达到了笔墨就算,齐了。 把它完成,那么现在我就开始拿起画叶子的那只一边大的一只笔画花。 这是个中号笔,浓浓地沾着腌着,你看我都没有调它,站起来,腌制颜色很重。 画一个画头,就让这张画完成了。 画一个画头。 正好复习一下我们上几个讲的牡丹花头的画法,大家注意。 大家注意,因为已经讲过了,我就连笔把它造出来,让你看看这个效果。 你看我这笔都没有离开画面,你看,我没有离开。 我一直把这个笔当中的所有的红颜色用的差不多了,我才拿起来。 我是一笔画的,大家看到了,没有断开。 我不断的目的就是告诉您别断。 断开以后你就会出现相加的一笔,就达到这个效果,就麻烦。 所以我们不断。 不断完了以后,这只笔放一边。 我还有一只笔呢,中号笔拿起来。 然后我蘸点白,吸点水。 再吸点水,让这个白颜色在笔里边渗透开。 在笔里边渗透开。 蘸一点点颜色。 开始。 破这个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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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现这个花的状态。 这个状态我们化完了。 吸点水,再花一点淡的胭脂进来。 再花一个淡的胭脂的另外一个花头进来。 甚至中间加点层色。 这个红颜色就是随着点的。 你只要那朵花我们有了,我们现在所有的颜色只要有红颜色就可以。 就是完成这张画的整体效果。 有一点淡红淡粉都可以。 就完成了。 这样这张画我们一看就是一个牡丹的作品。 相对完整。 因为我们是讲叶子。 然后这个地方再出现点红颜色的没有开的花垒,把它变成一个花垒。 这加一笔,把这再来一笔。 然后这来一笔。 这再来一笔。 这一张画的大体效果就出来了。 也可以作为一张作品。 那么这张作品我们就开始加点完整的东西了。 比如说我们想把它完成一张画,你都画到这个程度了。 倒点周末吧。 倒点周末。 我们在学习当中,大家已经逐渐感觉到了。 我带着大家学这个绘画当中,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,大家应该引起重视的一点。 就是我们不管从哪儿画都能把画画好。 不管是从哪儿画起,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规格或者格式或者叫顺序。 因为艺术这东西,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你创造性的思维,创造性的拓宽你的技巧,跟你的这种审美意识。 因此怎么画都可以。 你看,齐了。 好,这一张画的大体格式,画好了。 上面再画蕊。 我们就干了以后点点蕊。 蕊可以点在这个方向吧。 咱们向前一点。 点点蕊。 这个点一点,那个就不要点了。 然后拿几支小笔,我们一直没有用这个小笔。 调一点古蓝,把这蕊点上。 点上这蕊,好了。 这蕊点蕊好了,那不画了。 画面效果完成。 说需要不要点那个熊蕊,可以点。 干了以后点也行。 我们如果要点的话,一定点黄的。 我们正好这有白颜色。 还没有用完。 我们拿笔,蘸点白颜色,再蘸点黄颜色,就形成这个偏绿的颜色。 以白颜色为主。 黄颜色,加进去。 哎,这个熊蕊一加,这画面马上就精神了。 马上就好看了,这熊蕊一加。 这白颜色在里面起的作用很重要。 这个可以适当地加一点。 因为刚才没有画磁蕊,这个东西。 提了,画面。 下面按照这张画我们提一个款。 作为牡丹画,我们常提的选一个体材。 春光,两个字。 这张画提完款以后,是不是就马上结束了。 我们也应该掌握这么一个,自己有一个感觉和尺度。 就是一张画自食之中,只要你没有离开这个画案子,你就在收拾这张画。 因此这张画,就画而言,这张画还可以再调整。 比如说画面,还可以添点小的活的东西,使它的气氛更加的完美。 作为这朵画来说,红颜色的画,已经画好,叶子也很满。 越满的内容,周围留的白,越要讲究,越要把握好,不要破坏它。 咱们这叫西白如金了,就这么一块白在这。 我们怎么办?别画大东西,我们画点小的。 画点小的,小什么呢?小蜜蜂。 下面我带着大家做。 我拿起这个最小的笔,这支笔我们一直没有用的,正好。 吸点水,调点墨汁。 这个墨汁注意,这个笔要干。 你看我这个笔,尽量把笔里边的墨水调整好,就是说要干。 某的花引来的蜜蜂,这有个视角问题,视线问题,要向上看。 因此,不其余这个红点偏下一点在这画,这画的是头部。 我们反复画过这个蜜蜂,今天不是第一次,但是反复画就是在复习。 必须反复画,您才能了解。 然后把它的眼睛点了,两笔。 然后把它的后边这个扳痕画出来,就这每一节的这个相间的这个痕迹画出来,画三道。 然后画它的大腿部分,这是大腿部分。 然后把比例起来,画它的前面的小腿的部分,就这样一个过程。 有的时候你觉得这块白有点大,我们再把头部给它补一补。 画好了,这是一个蜜蜂的墨的结构定位,这我们只能叫结构定位。 画一支有点单呢,怎么办?再来一支。 再来一支画在哪儿?竖着肯定不能垂直,横着不能水平。 画在哪儿呢?我们想一想。 往这边画太急,就会造成这块白太碎,会和它形成一种变,不合适的状态。 正好这是虚的。 本来这原来想加东西没加,我们就想留下来,出现一个虚笔,现在就加在这儿,正好跟它错开。 然后头腰处理,这样我们加一个。 还是那个办法,先画头部,眼睛,画它的扳痕的位置,画它大腿的位置。 然后转过来,画它的前面的两个腿的位置。 好,两个画好了。 这俩蜜蜂画着恐怕可以。 这个蜜蜂离这儿的距离和这儿的距离不是相等状态。 由于它参与更不是相等状态。 行,然后把这笔放一边。 拿起另外一支小笔。 这支小笔我们把它水挤掉。 一般笔里面我们画过,用过都有水。 然后沾那个鹅黄。 这块有一个,没有,还很纯,没有脏的鹅黄。 沾一点点红。 这个红调完了以后,再沾点鹅黄,让它浓度大一点。 再沾点红。 笔调扁了。 三笔画,大家这会儿就应该想起来了。 应该马上想起来了,老师曾说的。 三笔画,刘高光。 三笔画,刘高光。 我讲过。 一笔,两笔,三笔画,刘高光。 好。 画好了。 这时候蜜蜂没有干。 有时候我就顺势拿手摁一摁。 拿手摁一摁。 就让它省着画那个翅膀的时候太阴了。 因为我们有时创作的时候是连贯下来的。 你没有这时间,一般不等。 它不像画别的时候有时等等。 现在把这水和这个笔给它洗干净。 用水把笔洗干净。 然后调整一下笔的水分。 调整一下淡漠。 画翅膀。 这个翅膀要在外围画。 这个翅膀也是外边。 往里阴。 由外向里阴。 这个也是。 由外向里阴。 画完了这个翅膀了。 好。 蘸一点点浓墨拿来个小笔。 从翅膀的根部往外阴一点浓墨。 翅膀的根部往外阴一点浓墨。 这个阴是自然的。 自然的。 有的时候顺势把这个笔中的墨色挤掉。 拿回来继续阴一下这个浓墨。 也有的时候这时候吸一点水看。 这两个动作都可以看笔中的情况。 吸一点水把这个浓墨破坏一下。 你看。 再轰染一下。 轰染。 注意。 轰染一下。 然后拿这个水。 看看这个水有多少。 把这个水再挤掉。 怕水挤不干净。 有的时候就上手了。 拿手往下把水挤掉。 然后干了。 蘸点浓墨。 回来。 继续补点这个根部的重墨。 这是几个反复。 几个反复画完了。 蜜蜂画好了。 两蜜蜂一画这个画面恐怕就完美了。 春光明媚也符合这个题目。 蜜蜂飞在牡丹旁边。 春意盎然。 谁挂在屋里看着都好看。 下面就是盖章。 找好反正。 我们的压角章盖好以后。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来总结一下。 我们这幅画由于加勒蜜蜂感觉春意盎然。 符合这个春光这一个主题内容的美的效果。 所以希望大家在课下把牡丹画叶子练习。 练习它的结构和组合和笔墨。 枝条的穿插练习。 练习它的行笔变化。 使您在画牡丹的时候, 在叶子跟枝条当中有一个提高。 在画面创作上, 在审美上有一个飞跃。 好,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 谢谢大家。